對不起,你來吧,我不會跟你客氣 人們叫你騙子,你更慶 我一搜尋,你更慶 騙子… 他們是騙子 騙子,首先… 乾杯… 乾杯 今期真是誰救你威 你知不知道我的節目叫誰救你威 你最威 以前未見過 我一坐下來馬上問 我們三兄弟妹何時一起錯過 現傳媒 今天是家庭聚會 破天荒,歷史上未試過 李根興、李根泰和妹妹Amy 一起接受訪問 是家庭聚會 是否未試過 未呀,未試過 對不起,你來吧 我不會跟你客氣 真的不會有客氣 客氣的,那些人會罵 那些人會叫你騙子 李根興 我一搜尋,李根興 騙子 他們是騙子 騙子 首先,我真的不需要你這麼多 你太多網上的評論 不用管了 第二的時候,騙子騙子甚麼呢 你投資了在我們那裡輸錢 又不是所有100%看著影片的人的時候 100%投資在我的基金投資過 任何在我身上的人的時候 沒有人任何輸過錢 包括你上我們公司的網站 看我們的Fact sheet 我們是證監會持牌機構 拿著149號牌 我們的基金最新這一隻的時候 19年8月份 恆子大概3萬點 記住 開始的時候 那些人投資100元進來 2024年的3月31日 上我們的網站看我們的Fact sheet 誰知道是賺定市了 整個大市恆子 3萬跌到可能16,17,18 現在我們是由100元你放進來 現在可以拿回多少 正數25.67% 中賺 正數25.67% 是拿得走 我強調是拿得走 是拿得走125.67元 這樣叫騙子 我不知道騙甚麼 如果你在下面留言 你真的買了你這麼流行的基金 是虧錢的話 麻煩你留下你的Message 留下你的電話 報警家 警察監撻我 沒有問題 一個都沒有任何人投資 我身上涉及全部賺錢離場 能夠拿走 很強調是能夠拿走 你知不知道為何人叫你騙子 兩樣東西 我分析給你聽 第一 你說話很順 很有自信 加上你英俊 讓人感覺 這是騙子 說話太順 太有自信 就是騙子 Too good to be true 你明白嗎 第二 你第一次來 絕對是 你們說他英俊 我不英俊 所以我一定不是騙子 好的 Steven 大家都知道他是做刊業的 上市公司 不是 不是 上市公司是K-Cash K-Cash 對不起 K-Cash 然後是做借貸的 是嗎 我不記得你做傳媒訪問 我沒有 他很少做傳媒訪問 很少做媒體訪問 但我的問題是 最近見到你經常在Edwin的Facebook出現 就是銷售你們有個Gathering 沒錯 就是有一個超過8%希望的回報 但我就說 咦 似乎 不是超過 目標回報 8% OK 沒辦法這些證監事 我們都要說得很小心 一定說清楚 是的 還有只限主業投資者 是的 我的第一個反應 不好意思 很壞 當然不行 Steven 幾十年都不見他出來 一出來 就是問人拿錢 即是他的公司一定不行 是 是嗎 喂 無論如何 有些人想怎樣想 我都是想不到的 在那裡叫你騙子才合作 沒錯 沒錯 我叫騙子 其實也是那句 為何在這個時刻 我們會選擇 和我弟弟的基金合作 其實我們一開始 是2016年的時候 當初我們有一個 類似Landing Platform 叫Money SQ 也有和我弟弟合作 大家可以搜尋 看到黃秋生的廣告嗎 推論IFC條片 看到嗎 16年4月份 是的 那時候我們做了 後來為何我們一直沒有繼續 主要的原因是 過去幾年 大家知道19年 政治事件 然後20年 然後打了COVID 去年經濟非常之差 所以在這樣的大環境下 我們一般在做生意 你問我 最重要是穩陣 因為我爸爸經常教我 寧可錯過 也不要做錯 所以我們寧可說穩陣一些 為何現在出來 因為我們相信 最壞的時刻已經過了 尤其是政府全面設立之後 整個樓市的買賣活躍了很多 那麼我們康業那邊 專門做的是按揭貸款 就是Property Related 如果你說以前樓市一談死水 我們怎麼做 但現在不同了 你說樓市開始活躍很多 數據我不說了 就是這些 他們很多的 五千個 有多少 超過 二手賬有多少活躍 那些 大家看到真的活躍了很多 那麼在我們的立場 其實你說升升怎樣 你說跌當然我們不想 但其實升不升其實對我們沒有關係 我們只是賺利息而已 我們最重要是甚麼 交投要活躍 一定要liquidity要高 如果你說 原來樓市全都賣不出的 對我們也好 其實不只是我們的 所有金融機構 如果做mortgage那些 他們的樓全部拿住之後 原來是賣不出的 那你想一下 那風險是多大 所以現在當交投一活躍的時候 我們不需要樓市升 只要交投活躍 平穩 對我們現在 是最黃金的時間去做 樓市升不好 樓市升對我們來說沒有關係 因為升了不是我賺的 最重要他不要跌 那樓市升更多人借 都未必一定的 我們有時候借貸 其實我們都是那句 我們不是鼓勵人炒樓 也不關你的事 我們通常借貸的目的 都是被人做生意周轉 或者你的投資 所以反而是經濟 你說稍微比較好一點 對我們來說是有幫助 現在見到 你說經濟活動 真的黃了很多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現在五天黃金走之後 哇 樓市多人 樓下廣東部 排隊上電車 下面真的瘋了 八成是國語人 是啊 當然以前可能有些人 哇 這麼多人周圍 現在不是了 你現在問我 我發覺很多人是開心的 我身邊的朋友 以前都會說 哇 很擠迫 現在看到很多人 現在看到是開心的 對 是開心的 很開心的 我坐在廣東道海礦城 我上來的時候 知道我一直想著一句話嗎 我說下面看到這麼多遊客 你怎麼可以說市況差 怎麼可以說舖市差 你說差是因為你沒有材料才是差 這麼多人 你跟網友差過肺炎 不是啊 傳媒一定要說差才多人看 那倒是 我一開始說騙子 就要多人看 一開始訪問要說負面 不過我想問 剛剛公佈的 就是香港的負資產 剩下三萬二 樓價真的在下跌 對你的行為 其實不是在下跌 我相信已經下跌了 最壞的時間下跌了 我問其實如果按照正常和銀行借 可能早前你知道的辣椒 其實借大約五成六成七成左右 其實那些就不會負資產 通常負是負哪些呢 就是借了政府的議案 即是議案擔保那些 即是mortgage crop有個擔保 可以做到八成半 九成那些 那些樓市現在跌了二十幾% 那些便會容易負資產 那些不是和你們借 那些完全和我們無關 因為我們基本上是借給別人 一般都是周轉和做生意 做生意 沒有人會借錢和你買樓 說我們的利息又不是便宜 十幾厘 多少?十幾厘 十幾厘,即是投案計 十幾厘投案 那誰會借來就是買樓 OK 但回到最後,你說做生意周轉 那不同了 你說如果生意周轉 雖然你說十幾厘不是便宜的利息 但起碼相比起 你說有時候你和銀行 例如說,可能問你檢查很多東西 然後選擇了一段時間 而且你告訴他 你做甚麼事 或者是生意 例如說,你批貨 被人QC 被人摘在那裡 被人摘在那裡 哇,銀行最害怕的 那是否你的質量控制有問題 然後你跟他說要借來周轉 他當然不敢借給你 又或者第二就是 有時候有些人和你做生意 好像現在都有的 經濟比較好一點的時候 那些人開始打算發達來做 但你知道過去的數字不會好 因為經濟差的時候 數字不會英俊 突然之間你知道銀行 銀行一定是要看數字的 即是他不可以說 我現在好一點 你沒有數字的Proof 不可以的 好了,你給他一盤數字看 過去的兩三年 哪裡會漂亮 但確實 現在生意真的好很多 真的生意 真的生意好很多 當然有些人說兩極化 剛才正如我弟弟說 有些人說還差了 很多人北上 但其實不是的 你看到很多餐廳 有些人都排在大隊 那甚麼生意好 其實你問我 我會覺得 你怎樣掌握到 現在這班自由行 那班客人的口味 你掌握到那些口味 你看看 他只會吃魚蛋粉 牛腩粉 對 你掌握到那些 就算你說很多茶餐廳 不是剛剛排隊 但有些是排長龍 有些是有大堆位 所以我們有些客人 看到現在真的很生意 他不是走雷托戰 但還是那句 你問銀行 銀行 可能搞你這班 又或者看你過去的財務報表 又不英俊 就算真的英俊 搞得來 可能批得來三、四個月 你知道 真的有個漂亮的店位 要租的時候 你是這星期 你要不要下訂 要下訂 你立刻要不要 你就沒有了 會這麼快? 對,我們說的是今天來明天拿錢 是嗎? 對,懂了 其實你哥哥第一次訪問 都很關心 這是他的故事 你聽我的故事 你知道我的故事是甚麼 甚麼 就是我哥哥從來不接受訪問 從來上傳媒 你檢查回KCash上市之前 你是看不到他的樣子 即使KCash上市 他都不想出現 KCash上市 他都說不出現 找其他的助手去上市 接受訪問 我說老闆上市 都熱點要出現一下 那你是不是給CV 那傳媒公佈業績也好 你都要出現一下 後來報紙一見到他 就不斷登他的樣子出來 我就跟Season說 Season,你現在都見了這麼多報 都沒有private 不再 趁現在的市況 局底了 那樓市又活躍了 最重要是經濟活動 賣得到樓 最重要是賣得到樓 套現到的時候 經濟活動一帶上來的時候 譬如這樣 兩兄弟出來的時候 做大個餅 為甚麼你少出來呢 其實你這麼presentable 我不喜歡你知道 不喜歡被人叫騙子 不喜歡在街上被人認到 你知道我很casual 太多女朋友 不,我很casual的一個人 我本身… 甚麼casual 真的 真的 阿汪敦勁賺了我們殺幾何 我們喝紅酒 我不是 這就是誤會 我所謂很casual 是甚麼呢 我可能會喜歡街邊毒魚蛋 我很喜歡旁邊走 我又喜歡穿拖鞋 你今天可能見不到我穿拖鞋 真的穿拖鞋 不是肥鞋 行了行了 我拘捕了你們兩個男士 我一定要… 不好意思 代曼再Amy 不好意思 Hello Amy 你好 其實我也想說 例如Steven說 其實樓市除了帶動到 你想有經濟 因為我做Marketing 都做了二十多年 他是自己開了Marketing公司 然後24年 客人都是上市公司的 包括大公司 我們有做蘋果 ICBC 招商泳龍 我比你厲害 我比你厲害 OGCIO很多 以後放昏他 不用來了 其實疫情就真的不用玩 例如我們香港做Marketing PR 其實很多要是Events 人們喜歡去香港的地方很小 喜歡去Events 疫情就沒有了 外出的人都不敢 但是真的一疫情一完 再加上經濟 這一兩年生意更好 比以前更好 因為以前可能做Marketing 都是針對本地香港人 現在不是 多了所謂你說的小紅書 多了大陸 香港又有一層人 然後國內遊客來香港又有一層 所以其實做Marketing 反而是多了兩層的目標 即是你要將香港公司 銷售給大陸 找小紅書 是我們的意思嗎 不是 應該這樣說 香港公司都想 客戶除了香港客戶 都想 大陸來香港的客戶 變成你想想的情況 就不只是想 香港我怎樣做香港的生意 我還要想想 如何吸引到 自由走下來的時候 他都會買這件事 明白 或者他都會在那裏幫襯 除了食肆 但可能買的產品 服務 這些都會 變成整個 港PR門其實都闊了很多 明白 以前就比較 所謂只是專對香港 Facebook IG 現在不是的 又要WeChat 又要小紅書 又要報章雜誌 我昨天才付了一萬三千六百八十元 補了小紅書 我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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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付了一萬三千六百元 全錢 馬上付錢 為甚麼 只有15個位 我擔心沒有部班 為甚麼 自然經濟才會流動 錢在市場上 好 我說經濟 你都說好 下面的人罵你 當然 他們做生意一定會好 不如這樣 說一些私人的事 有些人喜歡白白掛掛的 爸爸是做士多 印尼香料的士多 印尼華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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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有做香料椰子 然後開超市 以前我喜歡炒椰子 對 超級燒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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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人吃過以前 燒得不熟 那些不要怪我 好 所以爸爸是做樓起家的 後來做超市 做完超市之後 其實很簡單 因為我爸爸本身 也是一個很求便的人 因為他知道當時做超市 後來也打算發大 因為由士多變超市 做得很好 但是當他看到 那時候兩大品牌 白街、韋行那些 越開越多 你一算競爭優勢 一定會輸 因為你拿規模優勢 各樣東西都不夠人 你拿一拿一拿 可能一千箱 你拿一拿一箱 你的價格一定沒有人那麼好 所以後來他就知道 一定要變 剛好我們當時超市 有一個很小的樓梯位 他說 這個樓梯位可以做些甚麼 他在想 你不如做地產代理 那時候地產代理 你還沒有中原 幾年 沒有 八幾年 八幾年 開始慢慢轉型 做了地產 接觸開始後來 有一些地產投資 後來又在內地 之後變成 然後到97年 97年的時候 你知道 今天很恐怖 地產沒得做 我很記得當時 我剛剛畢業很久 然後我爸爸說 地產這麼差 不如我們休息一下 我說休息多久 他說一兩年 看你現在的市 我說我剛剛畢業 你叫我休息 其實是 你的市不就 你投資甚麼都是輸 你當然休息 但我不會上 後來就開始轉型 覺得既然是這樣 因為當時 我們有些律師的朋友 有些客人可能欠少少錢 上不到會 因為樓市突然下跌 你上不到會 很多時候都問我們 他知道 我們當時也套了很多錢 後來我們就開始 做一些借貸 後來我跟華爸說 挺好的 我說這個 我們的地產又熟悉 我們又有資金 本身我們有整套東西 我們又做 有律師的樓 就這樣做 就是慢慢的 就是這樣開始 我們開始了這個 所以基本上是你的想法 開始 對 當時跟華爸說 大家一起去做 明白 又是一個角樓 在下面做地產 上面一個角樓做 是小小的 都是小小的 中環的角樓 其實Amy 在你的心目中 兩個哥哥哪個厲害 各有各厲害 真的很不同 他有甚麼優勢 這個 二哥 二哥 其實從小到大 讀書他最厲害 大家知不知道他是我弟弟 還是你一直覺得二哥是誰 不要玩 當然是這個二哥 其實二哥從小到大 讀書都很厲害 我和我大哥 他很厲害 他很厲害 他不需要怎麼讀 都很厲害 我定義四十個學生 考第十 最好考第四 未試考第一 最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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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讀書好 這個哥哥呢 最後數上來的五個 都是我和他 差點經常升不到班 經常見家長 對 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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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纳利 是110%纳利 这些方面很欣赏 但当他纳利 周边的商品就比较厉害 所以我们经常问他, 天才宜白质 例如天才宜白质 他专用的商质很厉害 其他人问他, 什么? 不知道 大概倒转 他真的比较熟悉 酒亦熟悉, 好事亦熟悉, 仅贵, 做生意亦熟悉 但是什麽都懂得 各方面都懂得很聰明 各方面都精的 各方面都精的 各方面都中上 有些方面都上一些 但有没有最尊也未必有 最差也未必有 妹妹什麽聰明 妹妹 其实做生意最聰明 你知道为什麽吗 我很白地说 我哥哥是一个很幸运的家庭长大 最聰明的是我哥哥 他真的是白手兴家 我和哥哥老实说 都是因为我爸爸撑 才有金人 好吗 财务怎样都会用资金 铺子怎样都会用资金 我妹妹真的完全白手兴家 什麽都不用 白手兴家做P.R. 做鑽石 买房买车买船买什么 全部都是他自己 由零开始一毫子家的钱 爸爸说失钱给他都不要自己创造出来 我妹妹是最聰明的 我想问一下 如果爸爸三个 有两个儿子是否最经常是女儿 不同的 不同方面的认识 有没有谁最爱的 不同的 其实每个人认识的方法都不同 大哥当然是做生意 例如做生意要谈谈 一定跟我大哥会谈 我二哥就很家庭男人的 铺子的家庭男人 我疼我就是 去玩的人 他就去玩 他怎样去玩 你问我做生意 是不用做都赚到钱 最差点做生意的就是 做到狗才能赚钱 好像我那样做的狗 Steven也做得很轻松 也有赚到大钱 Amy是不用做都赚到钱 这个才是真棒的 所以家里去哪里玩 去哪里餐厅吃饭 去旅行哪里就是我负责的 太好了 所以我们每人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 明白 下集评论下 但网民对KOL的留言 他们怎样看 好的 下集再说 好 多谢 乾杯